来聊一聊小莫视频里面出现的三个女主角的镜头表现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小莫的老同学 也就是你们说的土鸡妹 因为我觉得她是目前小莫视频里面出现的女生镜头感最好的一个 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就是 第一个镜头就是老同学在河边洗衣服 小莫想来帮忙 结果可能发现从里面装了一些女性内衣之类的衣物 导致两个人都非常的尴尬 这个镜头老同学的表情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们放大再放慢看一下 你看这娇羞中带着撑怒 微笑中还带着些许怨恨 尴尬中又有几分感动 这几种情绪同时呈现在一个表情里面 简直掉到那些喜怒哀乐都靠瞪大眼睛来表现的女明星 老同学会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 其实是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 小莫当做老同学的面具英雄救美 第一次女婿救她的时候我不在场 我来了以后你选择和我一起搞演 我可以大度的原谅你 但是你第二次抛下我 当着我的面去跟别人亲密接触 你这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虽然镜头隔得太远 我们看不清楚她的具体表情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我们人能从她略微勾勒的身形 和一动不动的站姿里面 体会到那种失望 无助 愤恨和伤心 然后转身离去 只给小莫一个落寞的背影 这里其实缺少了一个她转身的镜头 损失了一定的连贯性 但是丝毫不影响观众们的观看体验 所以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分析过老同学 邀请小莫去他家做客 然后却出现了亚洲龙来搅局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里的经历 让老同学因爱深恨 想报复一下小莫 是不是经过我这样一解读 你们再看老同学的举动 是不是就合理了很多呢 我也希望老同学以后还会出现在小莫的视频里面 继续和小莫上演爱恨情仇相爱相杀 好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倪秋妹 倪秋妹是三个女主里面出境最后一个 但是不排除以后还有新的女主出现 倪秋妹是个潜力股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买入了她的股票 虽然在小莫最新一期视频里面 倪秋妹被小莫气走了 但是连系老同学回归的剧情 我认为倪秋妹还是有很大的可能 重新回到三叔的镜头里面的 而且我觉得她在后期 完全可以分化成一个独立的IP去运营 然后再跟小莫进行互动 这样的话会很快就会成长起来的 因为倪秋妹会搞野会钓鱼 镜头感也不差 好了我们先回归一下倪秋妹的出场 这一期小莫和她在水库偶遇 但是因为陌生人的关系 并没有过多的交流 第一次的对话也仅仅是因为小莫不停的抛肝 可能会影响到倪秋妹这边的渔情 所以她过来进行了简单的交涉 不得不说这是两个陌生人之间 产生交集的完美的方式 跟之前同妹在池塘洗衣服相遇 以及跟到同学在街上邂逅 这三种出场方式各有不同 但是都有相当的合理性 非常的自然 相比一些各种表妹直接出场的方式要高明了许多 而且这种设定让出场的女生跟男主的关系 可以在后续剧情里面比表妹有更多的可能性 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是她对着镜头问三叔 相机有没有美严 她说你说我摄一个有美业吗 有啊有啊 那把我拍表亮掉 可以 这个情节后来我把它编进了小莫和同妹的MV里面 倪秋妹虽然是最后出场的女主 但是她却是和摄影师三叔互动最多的女主 除了老同学也有过几次 直接跟拿着摄影机的三叔有过简短的几次对话以外 就是倪秋妹把三叔逼得被迫营业的时间最长 能直接和摄影机对话是作为一个UP组的基本功 加上她有着比小莫更高超的搞野技能 以及拥有一个人翻山越岭去寻找小莫的吃苦耐劳和勇敢精神 完全有成为一个新的独立IP的可能 这一点可以参考王刚孵化出来的新IP 她的徒弟七二娃 以及华龙兄弟的兄弟金阳兄弟 这几个新IP都是在老IP的带动下 非常顺利的精神成为成熟的个人IP 所以很有可能在后续的发展里面 倪秋妹仍然会继续出镜 并且逐渐拥有个人的IP 好了现在轮到同妹出场了 她应该是三个女主里面最年轻的一个 而且她是小莫视频里面第一个出场的女主 但是她也是存在感最弱的一个女主 我们在视频里面对她印象最多的镜头 就是无处不在的在看手机 我认为这个行为倒不是说她在拍视频的时候心不在焉 而是因为她性格比较腼腆害羞 面对镜头的时候会觉得不自在 所以只能通过玩手机来化解尴尬 这种体验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 这其实也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比如我在坐电梯的时候 特别是电梯里面只有两个人的时候 我的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看 这个时候我一般会逃出手机看看新闻 让自己想的不那么尴尬 好回到同妹身上 小莫最新一期视频里面 同妹的表现可以说是有了明显的进步 至少这一期她没有在不停的玩手机了 而且和其他角色之间的互动 要比以往更加的自然 但是如果她想脱离配角的命运 这点进步还远远不够 首先必须要学会直面镜头 需要增加更多的说台词的机会 还需要加强自己的自信心 而且要找准一个定位 也就是像泥秋梅一样有一个人设 另外还需要导演的多多调教 只有这样她最后才可能拥有一个自己的IP 好了 以上就是我本期的分析内容 声明一下 这些内容都是我个人的主观观看体验 以及不是很靠谱的分析 不代表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就是追剧的乐趣之一吧 分享给大家呢 也是希望大家在继续追剧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啊 对了 如果小猫看到这个视频 如果你觉得你不希望我这么做的话 你可以给我说一声 我就会把所有的视频都删除 然后再给你出一个道歉视频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